五者兩張想必大家以不六生,鄧秀著三國借蛇,將曹日五魂二聲大聖烈為一傳。 他門分別為前將軍將寮,右將軍陸進,左將軍于禁,精姊姊姊將軍將盜,以及後將軍隨訪。 自此後人稱此五人為五者兩將,二在此五人遮忠,將寮最苦聲明。 於禁及毀於心伴,作為曹操最為信念的外聖將領,於禁及在凡城下毀降於關羽。 自此有了不可滅滅的污點,有人配穴,為何當時曹操不派出其他將領,而選擇了於禁,於禁,做藝外聖將領一度的顛縫恩黎。 在避水煙漆軍之前,於禁幾乎是一名和最最完美的弱者,於禁大軍嚴竹莊重,戰鬥中所表獲的常略重不歇狀。 在軍中會受尊敬,而他也是少有的時駕截越,權力的造家內聖將領, 這一點與關於在宿漢集團中的地位一模一樣,亨聲曹操將下第一內聖艾將。 在做禁止梁將中,只有於禁一人駕截越,其他人都沒有這一權力,為何將寮等人未能駕截越呢? 何謂駕截越?駕截越的權可謂是軍王在戰場上的延伸在中國古代歷史上。 駕截越是可以代表君主對外征伐,可以行使君主的權力,可以斬實繁伐的張領不用請射,可以先斬後就。 並且,對於駕截越的張領,駕截越的張領,也可以將其斬實。所以,如果不是能力極強者受到君主信念之人,是不會獲得駕截越權力的,對於於禁來越,急刻符合這一條件。 於禁至公元1884年起,隨曹操好有包信一同討伐王根君。 從此與曹操相識,而包信在一世自有中,為與掩護曹操切退而致死沙上。 其外將於禁,也從此成為曹操外征伐的對象,因寫,於禁深授曹操的信任。 這也是他可以獲得這個權力的信念基佐,於禁為何被授與駕截越,於禁再收回朱靈的兵權後。 昇浪到達巔放曹操精土圖堅塞,身為袁紹布將的朱靈律三個形,直接進投曹操。 從此成為曹操將夏克懸崖大象,打得狗遮厚,朱靈自大的性格,即朝野要曹操的不滿。 欲敵其兵權,但愛虛其在軍中威望甚高,怕影響大局也謝時不敢下手,面對這一比格擊手的問題,於禁紮要出來,曹操西征像老之後。 以派一禁律數十其兵,前往朱靈仍奪取兵權,或許是於禁在軍中威望極高。 亦或是朱靈早已有死預感,朱靈及其手下無人敢於反抗,部隊接收十分順利,朱靈從此也成為於禁部下。 眾家振服,一年後,於禁正式纖維左將軍,架折穴,所以穴,於禁是藤借著自己的能力和威望。 獲得了架折穴借一大權,雅為何五子中其他四人,未曾獲此大權,五子之中,於禁手握最高權限再造毅五子梁將中。 張遼等人也是戰功黑黑,為何曹操要厚史博比利,首先,港禮看漢五子梁將中的成份論題。 何外成份,即是張領的出場,張遼,曾跟隨董卓,呂布,後頭降於曹操,於禁,曾跟隨鮑鮑。 鮑鮑為曹操黨都死後跟隨曹操,隨訪,曾跟隨楊鳳,後頭降於曹操。 張遼,曾跟隨袁秀,後居官道一夜鐘頭降於曹操,陸進,一直跟隨在曹操身邊。 張遼,隨訪,張入是降將,於禁示曹操的跟人包信將下將領,遂是修編,陸進才是真真正正的申報下。 曹操雖然為在事舉,但深車戒權嘗試要握在自己人手裡,我不可以看到,雖然張遼,隨訪, 張入都在日後曹操稱霸北方的作戰中律下漢那功勞。 曹操也不可謂不對其十分之信任,但駕節月,這一可代表君主的權可不是隨隨地便可以用作獎禮的,要備受此權,除了能力之外,最重要的就是忠誠,忠誠,忠誠, 和自己身邊的那一批元老,陸進決小獨立大兵作戰經驗,雖然忠誠,但也無法獲得最高權限那陸進呢。 港雲通過三國者可以獨道,陸進都是作為父張心與俗正,而他的特點也是勇猛, 曹操一定肯信任他,但他的特點決定了他是先奉,是囂張,而不是財君的元帥,或許,正是因為曹操對於禁忠誠的絕對信任。 曹操了曹操的那句堪釋,於禁仲孤三合年,何其兩偽反不如旁得也,張遼的當救將軍。 張入的平的將軍,隨訪的平救將軍,到底也可疾好將軍的地位最高。 三國一流武將的巔峰對決,五指梁將翁艾索虎上將,誰更強,為何造的世界令張曹珍。 下後上,將及,隨訪為功光靈,腳內何不了朱賢一人。